開始他們介紹很多外國的樂隊 開始知道原來音樂是可以這樣 因為我小時候有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就是覺得那些歌曲經常都是這樣 那不就很快就全都作了 哦 那可能我們會說不行 那裏真的很多人喜歡聽的 你還給我20 玩一玩都好 他都會採納 大家都會溝通 不如說說節目以外 剛才講完是拍攝上的東西 那如果是演唱會呢 因為演唱會節目上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有Take 2 就是可能有人來多Take 但是演唱會就多數都沒有 就是心裡沒有Take 2 那會不會這個壓力又有不同呢 兩樣都有不同的壓力 那如果在TVB上面 就是做電視節目上面的壓力 就是你會覺得這件事很想做到完美 因為這件事是會在YouTube上播放 可以 就是這樣 但是做演唱會有另外一樣壓力就是 要將那個熱情帶到給人 哦 即臨場那個 那個熱情的氣氛帶到給人 這個可能會涉及很多不同的處理 例如一個演唱會我覺得就好像一個精品 哦 因為它其實是所有你聽到的音樂 其實都是Bernita去做的 哦 任何一個音樂 就算過場 即是它整個show你就要負責 全部的音樂 例如openning的音樂 還有可能中間過場 甚至沒有歌手的時候的跳舞那些位置 其實都是要自己編 自己編 不如說一個 即是你做Bernita或做樂手 都有一些演唱會上面的一些經驗分享 有一個真的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那時候彈 李克勤的 是的 都是去年而已 那時候是彈我幫他唱歌 那時候是上海站 我們就要在台下 因為其實那個節目就是 那一刻就會 那個琴 和那個人 和歌手一起升 一起升上來 是的 焦點 就是成為了焦點 二來就是我沒有試過升降 正常人都不會試過升降 你除了搭電梯之外 都不會試過升降的台 那一刻一升上來 感受到哇 原來真的很大的壓力 就是焦點 一升上來 整班人都看著你 是的 還有Sportlight 是不是靜光了 其實是看不到 你看不到人的 我人生沒試過這個感覺 因為我每次都是在台邊 甚至是台下 會有個Bang Pool 你必有Sportlight 打著 是的 還有你不會感受到那種壓力 因為跟一班人一起 你不是自己一個 那你跟一班人一起 那你從昂秀之前 已經坐在這裡 到昂秀 到整個秀完 你都坐在這裡 你不會覺得很大壓力 或者很緊張 是的 但是那一刻 突然升上來 然後那一刻 只是看到很多一點點 像星星一樣 因為上海的場館都是360 都是華圓 是的 那時還要彈一首這麼難的歌 那是甚麼歌 我本來唱歌 是本來是浪浪彈 即是一些classic 對 真的很難彈 浪浪都彈 彈得簡直是超級大師 當然沒有他彈得那麼好 那一刻還要升上來彈 彈一首這麼難的歌 那一刻的感覺 真的想不到 你只知道 你要彈直播 我要盡力彈演這首歌 在工作上 最大的工作量 或者說一下 一個很深刻的 就是上年和泳兒合作了兩次 都是做她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那第一次呢 大家都會比較保守一點點 就是大家 可能 我那個音樂的演繹 可能又不會那麼前衛去改變她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因素 那第二次合作的時候 在香港站 那一刻她就給了很大的自由 到我去做這個音樂的 演繹 她直接說明了 這首歌我可以改 即是你去發揮 給你去 是的 她會給一個主題 我自己是很喜歡聽一些比較 比較暗一點的東西 對 重型和暗一點的東西 她剛好演唱會的 首一部分 四首歌 全部都是要一個超暗的形象 即是很直接的 她的畫面是魔鬼 即是要去到很黑暗 是的 即是好像Halloween 那樣 我就覺得這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可以令到我把頭的四首歌 全部都是Metal 噢 Metal Metal 還有導演和大家的配合 即是傾樂 大家都是想做 就是傾樂 即是傾樂 出來的效果 原來發現 原來做到這樣很棒 很多人欣賞 即是那個就是一個 即是很少可以 Bennyda 會有很多的概念 即是一些比較特別發生的概念 在裡面 有時候是會有 有時候會沒有 因為演唱會 有時候是不應該改這麼多首歌 如果你是去聽別的演唱會 那如果你是開闊天空改了 你只要改了一個演唱會 即是聽的人會不開心 即是她覺得好像沒有了那一陣 對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要取立的平衡 即是你要去 但那個Show 就是因為大家其實 那個雙套就是 覺得可能給一些新鮮的東西 是的 就可以給你發揮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挺好的經驗 即是其中一個可以給你去發揮 那你現在有一些比較新 即是初常的工作 就是音樂監製 即是因為 剛剛說 Bennyda 剛剛說 他沒有Take 2 很多時候我們要 一氣呵成 就要玩完那個Show 但是 監製就不同 即是監製在幕後 有很多Take 2 但可能就要比較耐性 即是這兩樣東西 會覺得有些 有分別的挑戰呢 那我覺得 那當然 我做監製的工作 都剛剛開始了 嗯 都是一個新手 一直在學習著 一直在嘗試著 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我會有一點體驗 就是覺得 做演唱會 和那個音樂監製 和做真 正是音樂 做出碟上面的那些監製 是不同的 哦 那個不同就是 講著 演唱會上面 是需要有一個熱情去給大家 哦 其實有時候可能 玩得是否這麼準確呢 不是一個重點 一個刻大到熱情 它是需要講氣氛多一點 是啊 就算我們有時候 做演唱會 去到某個位置 我們如果沒有program的時候 我們都會關掉家 甚至退快一點點的體驗 去做到那件事 哦 即是看到那個氣氛 大家喊得很熱情 是的 退快一點 你會去控制動過 但是呢 如果做音樂上面的監製就沒有這件事 其實是要做個極致 就是精準 一定要很精準 和完美 還有那個感受 那個feel 一定要很出得來 缺這首歌 啊 其實這首歌是 在live上面都比較難去做到的 啊 因為不是樂器上的難 而是有時候 歌手會出現 可能你停了四秒 啊 停了四拍 然後一起唱 哦 其實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沒有可能 就是你都要怎麼知道 有鼓手 對 但是在做音樂 只做音樂上 可以做一點 可以拼得很平的 可以很齊齊齊齊 是的 就會完成精緻那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混合完之後 可能整首要再做音樂 試過 經常都會出現 這個是學習的過程 經常會出現 你有沒有覺得 那些很失望 首先就會覺得很有趣 啊 反而是有趣 有趣 為什麼會做到這樣的 為什麼別人的混合可以這樣 為什麼流擊都流不到 好像平時我們砌模型 砌模型 砌出來 最終好像都不是砌到我想要的東西 是的 所以就重新砌模型 這個可能監製比較大的 那會不會試過有一些錄音上 錄了很多次 就是最多的那次 雖然現在新生入行 但是都有這些經驗 有一個可以好好分享的例子 就是當作錄結他 錄結他 如果以前做Band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都是Cover那首歌 其實那首歌是出現了的 你知道大約用什麼聲音 就應該是抑制那首歌 但是你現在做的那首歌 是這個世界沒有的 哦 即是要去削出來了 是的 不是那個樂手好不好 而是他都不知道應該要什麼聲音 大家要不斷地溝通 對 他不是你的腦 對 他不是你的腦 不關樂手的 對 就是可能大家溝通上 對 就要不斷地溝通 因為始終去到一些比較風格上 好像很難說到 即是很難用言語去說到 琴又表達不到 即是彈琴又表達不到 那你就可能錄過很多踢 對 錄過很多踢 但不是他錄得不好 會錄得不好 可能他的聲音 不是想念這些聲音 所以就開始做監製 即是會不會有些 很想去學的進步空間 會在這方面 或者是Bang Eater上都有呢 當然我就很想去學一下 怎樣去做一個很好的監製 即是其實如果有機會去看 可以學到的話 可以看不同的監製怎麼做 每人有不同的處理手法 是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一個歌手 又或者是一個錄音 怎樣去處理得好 可能有時候反而不是 去跟他講怎樣做好 反而可能給他一個 Mood 即是你和歌手唱的 你要學習怎樣去 令到他進入那個氣氛 你想要的氣氛 是的 即這些未必可能是 不是技術上的 即是不可以在電腦上 也不可以在一些舒直到學 要靠自己去感覺到 即是溝通上 在接下來你的音樂路上 無論是做Bang Eater 也是監製上面 也有更好的發展 以及成功 希望是最重要的 喜歡Like和Share我這條影片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和觀眾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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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E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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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過 鎧 啊 crete ㄲ 即是鐵 我們而忽然 教你 陪發 不知 這是 話 Baby I don't wanna love I don't I don't wanna love 交开我心中女子想你知 真识我只想你知 不知道心中住的心意 今天我真的我真想你知 Baby I just want to know Baby I just want to know Maybe maybe don't you know Baby don't you don't you know Baby Baby I just want to know